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炫酷的科幻片《绝密飞行》 美国海军航空兵设立了一项新计划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他们必须通过先进的武器和科技 摧毁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敌人 超过几百人报名该项目 但只有三人入选 这三名天选之子分别是 一号卷毛 二号军发妹 三号小黑 他们是非常默契的队友 然而在时代的更替下 他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伙伴 巫人战斗机艾迪 就在他们离开航母 教授艾迪一些飞行技巧的时候 总部下达了一个紧急命令 三个恐怖组织头目将在24分钟内与缅甸碰头 他们正在策划近期对美国本土发动一轮攻击 艾迪将会作为观察机与他们同行 他们的目标是一栋还在建造的国防部大楼 楼顶由14英尺厚的混凝土建成 而且还是钢筋结构 他们目前并没有装备可以对付那么厚建筑的武器 如果要强行炸掉大楼 造成的伤亡可能会高达数千 但是有一个方案可以实施 就是完全垂直下降 能够增加穿透速度 炸弹就能穿透屋顶 但是晕倒的可能性是73% 长官想让无人机去执行任务 毕竟他不可能晕倒 但是卷毛担心他还没经过教学就参与实战 会导致任务失败 他决定自己执行 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飞行员 灵失误的完美摧毁了目标 但在返航的时候 艾迪被闪电击中 修理员发现他竟然开始写一些莫名其妙的程序 他意识到艾迪可以进化 卷毛得知后跟自己的上司说 艾迪必须经过更多的测试 才能够投入战斗 他觉得这个无人机有点危险 没想到这一说 直接导致他们三个人被无限期放假 不过他们很快就接到了下一个 飞往塔吉克斯坦 清除核威胁的任务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发现 目标附近有剩千个居民 如果直接投放炸弹 那么当地人将全部丧命 核污染还很有可能会威胁到巴基斯坦 指挥官命令他们立刻发起攻击 善良的飞行员们并不想伤害无辜 他们决定取消攻击计划 但是艾迪似乎有了自我意识 直接摧毁了目标 不顾当地人的死活 然后在自己的传输器上 设置了防火墙 断开了和总部的连接 准备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他的身上还装备有能够摧毁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人生命的武器 这下指挥官慌了 要他们去将艾迪完好的带回来 到处浪飞的无人机艾迪 威胁到了俄罗斯的领空安全 也完全不听卷毛等人的劝阻 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直接摧毁他 但是无人机在操作上完胜小黑 小黑直接牺牲了 飞机残海的碎片 刮上了金发妹的机翼 他在返航的途中 坠落在和美国毫无外交关系的北朝鲜 被当地军方追捕 卷毛现在只能单兵作战 战斗机也没有了 空中加油站 此刻四周都环绕着 被艾迪打泄露的燃料 他想知卷毛于死地 在艾迪的急速飞行下 空中的燃料被点燃 卷毛的周围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幸好他经验丰富 死里逃生 俄国出动战斗机 向他们宣示主权 卷毛只能被迫迎战 在战斗中成功征服了艾迪 然后让设计师修改了他的程序 开着无人机艾迪前去 营救金发妹 幸好金发妹支撑到了 卷毛前来的那一刻 在艾迪的掩护下 他们成功穿越了边境 得到了救援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卷毛也鼓起勇气 和金发妹表白 现在他们只有两个人 只能是彼此的唯一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对照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 各种电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有点赞 外面有点赞 感谢观看